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高兴见到大家 我是高天佑医生 见到这么多人 代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其实在一些研究来说 其实都和大家的感受都一样 其实在之前做的那些 港大做的那些研究 十名香港人之中 其实有七个患者 都是腰椎的问题 其实在我们平时的门审观察来说 都是差不多 三分之一其实都是说 来看都是腰痛的 其实腰椎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我们想了解 为什么会腰痛呢? 首先要了解 为什么腰椎有什么特别的结构 其实腰椎的功能就是 支撑我们坐、站 其实它里面还有些功能 就是保护神经线的位置 那我们都知道了 站在那里的话 我们的腰椎应该是正面望下去直的 但是旁边其实它有一个弧度 是有一个S型的弧度 在不同的颈椎、腰椎、空椎的位置 组成的 那腰椎其实它要承托的力量 所以它有一块一块一块的腰椎骨 那这一块一块的腰椎骨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印带 还有一个椎间盘 联系着 做一些它需要的功能 而中间来说 那个椎间盘就特别为重要了 因为这个是一个结构 如果损坏了就很难收复的 它是一个好像一个车胎型的情况 有一个纤维的外圈里面的啫喱 那之后一个片段 就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得清楚一点 腰椎是一个连传的结构 你的车胎在这里 好像是一个吸震 好像一个固扇一样的 但这个固扇用得久 其实都会有裂痕 那如果裂痕产生了 一些遮礼走出来的话 我们叫做这个椎间盘移位 或者突出 很多不同的名字都有了 但是如果用得久之后 这个突出的地方 是突然间发生的话 它如果压住这神经线 轻微可以腰痛 但是紧要的话 如果扎住得紧要 一些神经线的话 可以产生一些脚痛 我们俗称叫做坐骨神经痛的情况 其实都是一个很痛苦的情况 在腰椎来说 很多结构都可以产生的腰痛 包括肌肉、印带、椎间盘 其实本身的原因 大部分都是劳损和退化 但是有一些原因 可以因为一些创伤 或者是一些癌症感染 引起的 在看病人当中 我们最重要是要分清楚 这个是究竟病症是轻还是重 年轻轻的那些 吃得睡得 休息一轮 是没有事的 只不过太粗劳才痛 这些都是属于轻的病症 但是如果是影响 那个腰的移动 甚至越来越痛 睡在这里 特别痛多一些的话 那就要小心了 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病症 例如肿瘤 一些感染 但是话说如此 其实大部分的病症 其实都是因为肌肉痛 为什么肌肉痛呢 其实都是一开始的原因 都是因为姿势不正确 为什么姿势不正确 会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如果我们的姿势正确 可以拿到很好的平衡 就像邓医生说 怎么躺得均匀的话 这个跳舞运动员 你看到躺得均匀 他可以摆出一个 很刁转的姿势 这个都是说 这个平衡 怎么用肌肉 但是如果缺乏一些 肌肉的训练的话 我们的肚子越来越松弛 我们的人会寒背 这些就是产生腰痛 一个开始的原因 我们坐在这里 应该有一个正确的姿势 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姿势 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姿势 譬如这个寒背 我们的腰的肌肉 首先是瘦压 瘦压会怎样呢 会产生腰痛 如果都是不理会的话 其实这个瘦压的情况 就影响了一个关节 令到腰椎 一些肩盘的退化 这样就回不了头了 站在这里也是一样的 如果站在这里的话 应该我们有一个好的姿势 收腹 挺胸 这些是拿到一个好的平衡的话 我们的腰椎可以站很久 也没事的 特别你见到一些 有做功夫 有做运动的人 站得零射直一点的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呢 因为有训练 如果没有训练的话 那个肚子的核心肌肉 就开始松弛了 人就越来越弱了 那个S型 寒背的情况是很重要的 还有人会矮一点的 为什么老人家 会发觉 越来越矮的呢 其实不多不少 都是站的姿势问题 有些站得直的话 自然会高一点 有些寒背的话 慢慢的人都会矮一点 这个问题 就会影响了脚痛 为什么呢 就是当你的人 就越来越弱 越来越寒背的话 那个人会中向前的 人是不喜欢中向前的 中向前会跌的 那么中向前 可以改变的话 就是挺直一点 但是如果他 已经长时间寒背了 挺都挺不直的话 唯一用膝头歌 你就挖起膝头歌 那个人就可以 可以平衡得好一点 但是时间一内的话 这个都产生了 膝头歌的退化 那么就要看看邓医生 那么呢 腰椎 其实 大家最关心的 就是其中一个 知道呢 就是腰椎监盘 会不会有事 会不会有突出 其实 除了做磁力共振之前 我们可以很早地 留意到这个病症 这个病症很特别的 因为腰椎监盘 是一个 固扇 如果固扇 虚了的话 其实有些病症很特别 第一 打痴 咳 那时候呢 哇 会有些疹痛在腰里 那你就要留意了 大动作的活动 和坐得久 站得久 都会发觉 有腰的冤痛 特别是如果有些疼 走到脚的话 更加留意 是不是有做磕神经性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 腰椎监盘 出现一些病变 突然间突出了一些 遮你出来的话 是轻微可以有腰痛 严重的话 可以有脚 那些坐得神经痛 那些痛 射到脚的 大部分都是经过 小腿后面 去到脚板 脚面 这些位置 甚至会麻痹 无力的 因为腰椎监盘 是一个纤维体 其实如果真的裂了 如果有腰椎监盘 突出的话 其实食药只不过是止痛 其实很难令它 恢复之前的 大部分都是劳损 其实极少数 真的因为创伤而造成 所以预防 就非常重要 而怎样知道 有腰椎监盘的问题 其实只有X光 是看不到的 因为X光 只能看到骨 你看到骨刺 其实已经是 腰椎监盘 已经退化了一段时间 如果真的有怀疑的话 那唯一就是 就是按照磁尼共振 因为磁尼共振 才可以看到一些软组织 有没有破坏 还有看到神经线 有没有被压住 治疗上高 其实保守治疗的成效 都很好的 包括要用一些止痛药 最重要是做物理治疗 物理治疗 就是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 就是早期的阶段 就是要止痛 拉腰 放松肌肉 以及等神经线 没有那么痛 但是最重要是要知道 要做一些运动 是巩固腰椎 这样才可以避免 病症再复发 如果不然 就是头头转 圆队踏步 造极 都是痛 当然有些严重的病症 是需要去到做手术 特别是一些 持续的麻痹 和武力 这些叫做神经线 瘦压的病症 那传统的做法 就是在后面开刀 拨开神经线 将这些突出的椎间盘 拿出来 但是这些 其实现在已经很少用了 因为现在 大部分采用 都是一些微症的手术 开一个小的伤口 在背部 用内窥镜 拨开神经线 将椎间盘拿出来 是一个很快的手术 也可以用一些 内视镜的方法 经过X光 看了X光 内视镜的去位 是不是去到椎间盘 突出的位置 将它吸走 这些手术 其实很成功 那个康复也很快 大部分 都是一日之内 可以出得远 但是 很稀不稀 椎间盘突出 其实千变万化 它可以在腰椎正中间 好容易拿走 但是 它也可以在腰椎 旁边两个神经线 出来的空位 比如这个神经线 黄色这个神经线 是腰椎 那条很窄的隧道口走出来 刚刚有个东西突出 这些地方做手术 不是说不行 是有一个困难柱 但是 这些 幸好我们有个方法 就是一些 俗称叫做封闭针 其实就是把打支针 在神经线附近 注射在止痛任务类固醇 将神经线消炎 很奇怪 在这个地方的椎间盘移位 其实它消炎之后 它是指到痛错很快的 也未必需要做真正的手术 所以这是其中一个 考虑治疗的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